頭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哦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其實印度東奧的選手很少啊 只有一個 但是這個是外交的場域 監視的領域 對 所以他做出這樣的決定 事實上就是一種政治姿態 對 就他選手很少 可是他還是覺得說 還是要參加 而且不做外交的抵制啊 那莫迪他是說 他是基於這個 零理優先的原則 就是說既然是鄰居罵 那對於這種不是那麼政治性的東西 他沒有理由要抵制 可是他是呢 拒絕了他們外交部建議 因為你說這個人很少沒有錯 但是他們自己外交部 是建議說要外交抵制 莫迪直接說不要啊 那表示他有高度啊 這個就是襯托出 這個黑白臉嘛 襯托出這個領袖的高度嘛 那當然北京未來 就對莫迪會有另外的看法嘛 這個當然 印度的軍方和外交部 向來都是黑臉啊 事實上進來關係也不太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可能是莫迪啦 還有經貿部門 可能最近要做一些舒緩的動作啦 像你剛剛講的 比如說 他說這個如果持股是10億以下 10%以下說錯了 持股10%以下 那這些他們在考慮就不用審查啦 然後另外就是如果投資是60億以上 那他要縮短那個審查的時程啊 那我覺得坦白講實際的原因就是因為印度缺錢啊 那因為他前一陣子跟中國把經濟整個 這個不只是把那個APP下架啦 事實上很多投資都停了 我覺得他確實感受到 壓力了 他國內投資的資金不足了 所以他當然還是要做一些鬆緩的動作 這個就是有點 矯網過正啦 那矯網過正之後就要調整嘛 那只是拜登現在還沒有處理美國的部分 那印度他反應的比較快這樣 印度反應比較快 而且呢印度他可能也會發現說 他經濟被邊緣了 比如說RCEP他就沒有在裡面嘛 所以他也會很急啊 美國又能幫他什麼 美國也不在RCEP或CVTPP裡面嘛 那現在呢亞洲經貿整合的這一塊 你比如說南韓的總統文在寅呢 他尚未考慮要出行北京冬奧 但是呢南韓的政府原先是期盼了北京冬奧會 能夠為南北韓的對話平台 那現在北韓沒辦法去了嘛 所以呢這個他的確是可能說他沒有要去 但是他也不叫做外交抵制啊 這是南韓的態度 另外來看到最新的時候是美國 比如說呢在外交抵制上 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難道有沒有可能用軍事上來挑釁嗎 這個還在發展要看一下 因為傳出來說 美國會不會有可能跟同盟國在北京冬奧期間呢 在大陸周遭來挑釋嗎 來南海這邊演習嗎 因為今天的時候 王文斌發言人就特別回答這個問題 他說呢北京冬奧會休戰決議 是76屆聯大的一致通過的 意思就是休戰啊 而且要和平嘛 這個時候呢我們看到卡爾文森號 到南海這個地方來 當然這個時機點就蠻敏感的 這個不排除 因為現在還有一段時間嘛 那美國現在在南海 事實上卡爾文森進去了 另外林肯號也在往這個 西太平洋這邊進發 所以現在如果到2月初 如果這個林肯號再趕到 可能南海就有雙航母 那這個來的話 軍隊出來的話 就是要演練啊 演習啊 那所以這個等於說 感覺有點像大軍壓境的感覺 我們這邊辦喜事 然後你在這邊軍事的這樣子 較量 因為美國事實上現在就是 以中國大陸為敵啊 這沒有什麼好說啊 就是把這個壓力 在最可能的限度下施加壓力嘛 那本來這個用這個 新疆的名義來做 本來就私出無名啊 因為新疆沒有任何證據啊 只是硬扯了一個新疆的問題 來做外交抵制 那響應的國家很少 對 現在公開響應的國家 不超過10個 大概相當的少 而且很多美國的盟友 基本上就很早就表明 態度不跟美國玩這盤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美國整個所謂的外交抵制 連結合盟友外交抵制這個戰略 不能奏效情況之下 那當然還會選擇別的方式 那麼在這個澳東澳期間 在敏感的地區實行軍演 那麼也不思為一個 另外一個選項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都不會排除 而且卡爾文森號已經在了 那林肯森號正在路上 所以到了2月4號 那麼開幕典禮 那美國要做什麼舉動 我想現在還值得密切關注 當然值得密切關注 尤其我想特別問一下湯老師 因為針對印度的這一塊 就被說我們一開始都以為說 美國很抓得住印度 但是印度最近有一些表現 就被發現說好像也不見得說 真的要跟美國走在一起 譬如說最近的時候 中印邊境的問題 印度跟中國大陸也在軍坦 十四的軍坦了 現在這個莫迪 他很明確的就是說 我拒絕印度外交部的建議 要抵制北京冬奧會 湯老師您怎麼看 就是說在亞太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希望說跟鄰居 跟中國大陸好好相處吧 絕對的 因為印度傳統上 他就是一個不結盟的這種政策 意思是說大家都是好朋友 那當然跟中國這邊是有一些問題 這些是歷史遺留問題 這個邊界的問題 確實是不容易解決 可是呢在這種情況下 印度又發現一個什麼狀況呢 我跟你美國人玩 我玩不出什麼結果出來 我只會跟中國的關係 越搞越壞 可是呢我在經貿上 我在這個防疫上面 我能夠得到什麼 非常有限 他又不給他疫苗的這個專利 對不對 非常有限嘛 那反過來 所以說他覺得 搞到一個地步了以後呢 物極必反 他覺得說我還是回頭來 要跟中國 我們要搞緩和 我們要搞和平 甚至我們要搞合作 這個才是比較實在的東西 你跟美國玩的那些東西 都是打高空的 就譬如說我要跟你買武器 結果呢 買武器完了以後 這個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所以我說現在這個印度 他已經玩過頭了 他玩過頭了 他開始回頭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日本的這個大學教授呢 大西廣他特別說西方媒體 宣揚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的話題 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錯誤的 偽造的 美西方媒體的宣揚 加劇了民族的隔閡 但是網友呢其實呢 就開始有一些酸的說 你是親中派的吧 而且呢你會不會就是因為你是 日本啊中國的友好協會的理事長嗎 那你是新疆大學客座教授啊 還研究馬克思啊 所以你當然會幫中國大陸講話 但亮哥你怎麼看 就是說西方 常常說這個新疆問題 但是呢有日本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這個不稀奇啊 這個問題完全沒有辦法辯論 因為雙方個子疑似非常嚴重 然後指控方也拿不出衛星照片 你說美國這些西方拿不出來 比如說你當然會指摘啦 說有那個所謂的那個 重新那個教育改造營嘛 那中方就說那個就是 重新進入社會的一種 在職的教育啊 那那西方 就說那個就是強迫勞動嘛 可是強迫勞動你上一次指責是棉花嘛 那你棉花你至少 依照你說的那個產量 應該有百萬公頃的土地啊 那請問在哪裡 那這個應該蠻好查的啊 就是沒有照片嘛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可能有個別違反人權的事件 可是你要把它推論到說 種族滅絕 那個強制勞動是普遍性的 還有種族滅絕 這個說不通啊 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聯合國也沒有做出 這樣的一種決議啦 事實上也只有五眼聯盟嘛 主要就是五眼聯盟嘛 事實上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跟進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根本沒有辦法辯論啦 因為這個完全就是政治啦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